立法院已经三独通过了 我们的国家太空中心的设置条例 那么这个是会改制为行政法人 会变成隶属是科技部的 那另一方面呢 台湾最快六月可能就会开放 低轨卫星的申请 我想先问一下穆华 我们科技部长也说 今年就是台湾太空发展的元年 以前都会觉得说 好像台湾的国力或各方面 我们有资格做这些太空竞赛吗 目前这个最新的 整个立法的进度你怎么看 其实台湾的科技在全世界 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我们的半导体的供应链 全世界No.1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台湾当然有条件进入到 太空的争霸站 尤其这个太空是国力的延伸 所以太空力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国家太空中心 要变成刚刚倩怡所讲的 国家级的 就是未来就要持续增加预算 投入在这块 台湾的NASA 没错 台湾的NASA 然后增加人员配置 要全力的投入 因为这个市场商机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个太空争霸站 从雷根时代的星战计划 一直打到现在 从过去是政府主导 现在变成是所谓的 商业的发展 那在政府加大企业的 这个投入之下 这个整个商机是非常大 那刚刚讲到 最近台湾的这个太空 非常热 从这个鸿海的股东会 刘安威董事长讲说 你明天就可以看到 这个鸿海的卫星在天空 鸿海卫星会升空 对 到这个NCC现在说 要释出这个低轨卫星的执照 大家都要抢食这个太空商机 那我们投资人到底要怎么投资 我们现在要了解什么叫做低轨卫星 那低轨卫星到底将来有多少颗 各位知道吗 2029年根据美国的这个评估 可能就有10万颗了 到2029年现在才几千颗而已 最主要发射低轨卫星的是SPEX 它其实已经发射60次 即使发射60次 它现在目前的这个颗数也是三四千颗 所以你想看那个成长的这个 空间有多大 那到底低轨卫星是什么 我跟各位报告 过去我们都讲高地卫星嘛 高地卫星是2万2千英里高 它绕地球一圈24小时 现在目前呢 这个只在300英里 然后呢 绕地球一圈只要2小时 更重要的是这个卫星的成本大降 从一颗几亿美金到几百万美金 所以为什么才能有10万颗 就是低轨卫星未来的非常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成本下降的趋势 那很多人问说 那到底为什么要低轨卫星 你想看你将来的5G这个连线 包括乃至于电动车 到所谓物联网 难道不用这个 透过整个卫星的一个联动方式吗 所以这个太空商机非常大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手机 从这个到2025年有50亿支 那物联网呢会到230亿个物联网 更主要的卫星会到10万颗 所以说这整个发展 为什么最近你可以看到 它会让整个网络没有死角 没有死角 完全的覆盖 对 完全覆盖 更重要的是台湾在这一块上 其实我们卡到几家很重要的厂商 跟我们整个供应链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最近 这个台阳的股价为什么那么强 台阳就很标准 去年就涨过一波了 对 台阳就标准了 这个低轨卫星用户的终端设备 这个其实你说台阳有没有赚钱 台阳其实获利还没有开始开花成果 但是它的股价居然比企机高 企机其实EPS还不错 一年大概有三四块钱 很稳定加公司 所以台阳就是一个想象空间 那企机基本上也是一个低轨卫星 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股 因为它是卫星路由器的部分 另外还有像同心电 还有这个全芯 那所以说在这一块上 你说刚主任问说 台湾到底有没有商机 当然有商机啊 不然这些这个厂商怎么会冒出头 那到底这个未来的整个太空商机有多大 我们看这张派饼图你就知道 现在目前将近4000亿美金 最主要73%是这个卫星商机 很多人说那我们要投资这个太空 到底要怎么投资 73%是投资卫星商机 卫星商机有什么呢 地面设备 包括这个卫星服务 还有卫星制造 还有卫星的发射以及火箭 这些呢 当然有些台湾卡不到 比如说火箭这个部分台湾卡不到 那最主要美国的火箭发射很厉害 欧洲的火箭发射很厉害 那另外还有一块是未来成长空间 很有想象的就是所谓的太空商机 太空旅游的部分 相信主持人都知道说 现在已经有三家公司 完成了太空旅游团 对不对 主持人想不想去太空旅游 我等木毛哥先去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已经可以到卡门线了 费用会越来越降低 边界线了嘛对不对 Blue Origin对不对 然后呢 最早的维珍银河 他们的方式都不一样 然后最新的 SPEX的太空旅行团也上去了 所以今年4月都成型了 所以在这一块上面 也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机会 还有就是未来20年 根据Morgan Stanley 各位可以看到他算出来的一个数字 20年他要成长多少倍 他将近成长的将近一倍 从现在目前整个卫星市场的规模 成长到将近5千多亿美金的一个规模 所以这个成长 我们其实是看得到也吃得到的 OK 所以这个其实里面相关的一些 包括我们的半导体供应链 相关的零组件这一些卫星发射 其实台湾有很多上市柜公司都有参与 刚刚讲一个重点 就我们之前勇尼哥也在关心了鸿海 鸿海你怎么看 鸿海要加入太空竞赛 我觉得他现在地上跑的 水里游着天上飞着他都有 都有 他真的是很厉害 其实我之前为什么会一直看好鸿海 因为他在转型 他现在转型 这个态度是积极 大家都看得到 而且他的走的路 我一直讲 他到目前为止 他走的路都是对的 那我们在这个就是刚才 沐浩哥有提到 刘安伟就讲了 但你明年就会看到 有一颗鸿海制造的卫星上太空 在你头上飞了 那么所以 他的太空实力你看好吗 鸿海 因为他现在 我们现在才看到他的这个进展 因为之前都没有提 大家之前都看到电动车而已 那结果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报告的时候 他里面就讲了很多了 他现在的研究 他主要的研究 他还是在这个开发的项目 还是在地面接收站 那地面接收站 他就有几个 几个子公司是在做轴型的 第一个就是台阳 刚才沐浩哥有讲到的台阳 台阳另外还有就是建汉 台阳跟建汉这两家公司 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亏损之中 这个有点提到 另外有一档就是以胜KY 以胜KY这一次 大家比较没有提到他这档股票 可是我是觉得说可以注意 可以注意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个 我给大家提供的周线图 周线他已经站上了所有的移动均线 这个是台阳跟建汉 还没有达到的目标 因为以台阳来讲的话 他现在是受制于半年线的压力 半年线跟年线压力 所以他这边可能会震荡一下 可是以胜已经站上去了 而且以胜他现在 他以前是做TV的电视的架构 毛利率低得要命 可是他现在他第一个 电动车占他的营收的比重 已经达到40%到45%了 这个低轨卫星的部分 已经达到20%到25%了 加起来差不多60%到70% 所以他的产品的组合开始优化了 所以他这样的毛利率跟营收 都可以有望继续的往上扬 所以我就觉得说 投资朋友倒是可以注意一下 以后以胜KY 他的有可能的走势 相关的太空的概念股 太空还有哪些商机 如果不太会选这些股票的人 又想投资参与太空这块 要怎么做那么好 对 其实主人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股票这么多 我们刚刚讲台股刚 那个斋工已经讲了几家 这个鸿海集团 另外你可以看到像企机 同行店 全新 去年都飙过的 这个申达科都相当不错 那你也不可能全部股票都买 所以我觉得呢 最好还是用指数化的投资 尤其是事实上台湾 在整个太空供应链上卡到的 大概呢占全世界左右一成左右 那另外90%还是欧洲 日本还有美国 那这些国外的股票 那我们也不容易买 所以我觉得指数化投资 是最好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所谓指数化投资呢 现在有一种一档指数 大家可以去参考 叫Solatic 这个太空卫星指数 太空卫星指数 对 这档指数 它其实蛮厉害的 它追踪了30家 全世界最纯的 这个太空相关科技的公司 其中就包括台股有4家 就我们刚刚所讲的那4家 所以说它整个派饼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档指数 它在美国的部分是63% 台湾占11%就我们刚刚讲那4家 都陆列在里面 另外法国 日本还有其他地区 那这个指数有两个排除 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它排除争议性 因为太空毕竟还有很多东西 是武器啊这些东西的争议性 第二个它排除了中国大陆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 中国不是实力也很坚强 对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万一被美国制裁了呢 万一怎么样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投资嘛 我们总不希望 我们买到的股票被制裁嘛 所以说大陆太空实力也很坚强 没有错 我们都肯定 但事实上它就有潜在的疑虑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那至于说怎么样去投资 指数化投资 那台湾有什么可以买的 对 最近这个新闻很大 就是第一金投信 他们现在要推一档 亚洲第一档 也是台湾第一档的ETF 就是叫做太空卫星ETF 全亚洲第一档 对 全亚洲第一档 那他们已经准募了 拿到准募函了 所以应该很快吧 最近应该可以开始要募集 要挂牌 它15块 它是15块钱挂IPO的 所以这一档的ETF 就会变成是大家 现在目前最注目 最关注的一档ETF 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它投资哪些标题 它的成分 它就是follow 我们刚刚讲的Solatic指数 Solatic指数 这家公司挺厉害的 它帮全世界很多ETF编制指数 其中它编制的这档指数 我们刚刚讲说 它的Aerospace and Satellite指数 这个index就变成是 我们刚刚讲第一金头信 他们要发这档ETF 所追踪的benchmark 这档指数总共有30档成分股 30档成分股 就我刚刚所讲的 4家台湾的公司 再加上一定听过E-通讯 全世界最大的商业卫星的服务公司 另外Maxpera Technology 这家公司做卫星 做气象探测最大的公司 所以它在卫星雷达的显示图片上面 很多国家都要跟它合作 所以它在30档成分股里面 抓了最纯的所有的这些 国际大公司里面 至于说指数报酬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用170期 从2019年的4月30号来看 事实上它是打败MSI全球指数的 它是赢过MSI全球指数 所以也就是说 你基本上在投资这档 因为像这是一个新的ETF 那蔡空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投资概念 到底大家觉得说 我现在应该是先单笔 还是我就定期定额 先卡位 慢慢在进场分批布局 怎么样投资方式 你觉得比较适合 对 主持人讲到一个关键 很多人讲说 我ETF到底要怎么投资 我觉得呢 如果你看长线 我们刚刚讲 摩根斯林里看那么长线 这个整个卫星商机要 一兴奋一开始买很多 你发现可能不如预期 没错 或计无力 所以你一开始 可以先卡一个单笔 然后你在每个月定时定额 去买进这档ETF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ETF就是在盘面上交易嘛 你就每个月选一天 你觉得晃到期日的时候 定时定额去买 你根本不要管哪一天 其实基本上长线投资 不在买入的时间点 而在你持有的时间有多长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 我会建议大家呢 其实随着太空商机一起成长 你采取定时定额的操作策略 然后你单笔先卡一笔 然后你再决定长波段操作 怎么操作 所以在这样的投资下面 你就不会措施掉 单笔只要调时间 单笔你可能可以参加 他的IPO募集了 或是说他IPO募集完之后 过几天你进场 通常第一天我会建议大家 不要贸然的冲进 因为第一天通常溢价会溢很多 通一下上去 好 溢价溢太多 你去追有可能会追到高 所以你过两天冷静一下 成交量稍微回稳的时候 你进去 那时候你IPO没有去买的时候 你在后面去买其实是OK的 那长线上面我个人觉得 全世界最透明也看得到 就是太空商机了 你不抓太空商机 你要抓什么 未来的这个卫星的商机 加上太空旅游 太空服务的商机 其实是看得到吃得到的 OK 其实这波在盘整盘叠的时候 其实有蛮多的好的价格 可以来投资一些对的趋势 跟对的产业 最后一点时间 永利给大家一些建议 如果要强返 他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其实我是觉得说第一个呢 当然你是要看这个 它的基本面 那基本面呢 我们要看透明度越高的越好 那就像刚才慕傲哥讲的 就是说太空上的东西 我们都看得到的 是可以考虑一下 那第二个呢 你也是要去月球的是不是 我比较想去火星 OK 好 那么另外呢 当然就是技术面 技术面的话 那我们就希望它能够呢 这档股票能够呢 率先站上季线的 那第三个就是筹码了 那当然就是说 外资还有呢 投信呢 是不是有在持续的琢磨的 尤其是呢 我刚刚讲的外资在6月份的 那我们还要再讲的一个是这个 投信的部分 因为投信呢 刚刚四五月我们讲过了 已经赔得很惨 那他们呢 在6月份的时候 会不会有季底作帐 这个是要特别特别注意的这个重点 arkadaşlar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商量有什么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跟我们下期再见 我收到这个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